這次要進行平等的就是台服即將推出的奇蹟經典之戰 從角色繪製就知道是相當復古的 完全就是千萬象遊戲 粉裝部分找來了陳曉春還有Tank來做代言 所以陣仗也算是很大的 這款遊戲在還原度部分算是相當高的 其他像往年推出的奇蹟陣都去做那些是優化的 比較沒有找回情懷的感覺 這款遊戲本質上就是一款克星的遊戲 左方的任務隨著任務去做就是不斷去打黃心怪甚至是打BOSS 那下方能看到經驗加成提供的就是會員加成那些還有鑽石激活 奇蹟幣是相當重要的流通貨幣 那在打BOSS那些都可以取得 所當其中就是要先解鎖特權 上面拉開來就是交易系統還有掛機的地方 開服活動效率這是花錢的地方 本質上是一款克星遊戲啦 如果沒有花錢玩奇蹟的話爽度不夠的情況下 遊玩體驗也不會太高的 那最重要的是它還有在這個地方 遊戲寶典右下方 這邊提供了很多的攻略 在這裡都可以做參考啊什麼的 這款遊戲在我主頻道有發一個快速介紹篇 那連結我會放在下方留言區 像角色職業加點或者是攻略都會在那邊看得到 對於這款遊戲的評論可以給予SR的肚子 應該是沒問題的 所以目前這樣玩下來算是很OK的 那在中國那邊 比較嚴重的就是外掛或者是腳本的問題 期望台湖最初能杜絕這種歪空吧 好那本視頻就到這裡 大家掰掰 遊戲平等方式解說 主要以人單一個月以上為基準 無視課清度 無視舊遊戲比較 然而人氣質與遊戲展現的水準有直接關係 最後給予適合該遊戲的評級 分別為最低綠色到最高彩色 簡單來講就把它當作轉蛋卡吧 顏色評級也會因特殊原因而產生更改 遊戲規則解說到此感謝收看